云南晚上9点左右 温州高速交警一大队民警姚金接到指挥中心的电话 一名9岁男孩在服务区走丢 民警火速开展调查并调取相关监控 原来当时孩子的父亲驾车进入服务区 停在服务区厕所门口 父亲下车后5分钟左右 孩子也下了车进入了厕所 而父亲上车后 只管自己开车走掉 没有注意到孩子已经不在车上了 当孩子从洗手间回到停车的地方 发现父亲的车已经开走了 这位父亲跟民警说 孩子本来是在后座睡觉的 经过清江服务区的时候 他见孩子还在睡觉 就自己下车去上厕所 回来的时候也没往后座看 就直接开车回家了 到家之后才发现孩子没在车里 事后这位粗心的父亲给民警发了短信 深表感谢